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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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就做一下報告 那第一件事就是我們在黑白板上面有我們今天的流程 我們從9點半開始正式的演講 然後到11點05分的時候我們會休息15分鐘 那休息完之後我們會有一個語談人 語談的時間 那之後我們會有回應跟討論 那最後我們會有一個結語的回饋問卷 那要請大家幫我們 就是到時候結束的時候 我們會把它打在那個PPT上 請大家掃描一下給我一些回饋 那我們可以有更多的可以改進的地方 那第二件事就是請大家在上課的期間 請一定要先把你的手經關記憶 然後尊重整個評價的流程的順暢 跟每一個語會者的一個聽的權利 那再來有一件事也很想請大家來幫忙 就是我們在現場整個的上課過程 我們都會有我們學校跟天師傅的人 的工作人員在錄音跟錄影 那我們也會後製之後 把它放在我們陽明大學的網頁上面 所以是不是可以請現場各位來賓 請你們也尊重一下就是 就是語會者跟演講者的一個權利 就是請不要現場錄音、錄影或者直播 因為我們會有專業的一個攝影師 然後後製之後我們會放在網頁上 到時候大家都可以download 看得非常清楚 那這也真的很想請大家幫忙 那之後我就把我的那個主持棒 交給我們主持人今天的鄭教授 張天師這個大家早 就到了我們每個禮拜 就期待的一天 禮拜四早上 然後今天第三獎 我們還有這個總共有六獎 那我現在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不斷有心的這個來賓湧入 所以我也介紹一下我們的整個一個環境 那我是鄭凱源 那各位可能不知道 就是我們陽明大學也有一個人文社會學院 那不是只有醫學院跟物理學院 那我在這個人社院任教 那這個學院是在差不多42年前才成立 那我在裡面一個叫心智哲學所教書 小小學校但是有一個小小的哲學所 那這件事其實是有利益的一件事 因為陽明大學這個學校應該是全華人地區唯一 以哲學家命名的學校 他還是一個中國哲學家 王陽明 但是很可惜的可能這個王陽明 這個可能不要說他的思想跟哲學 可能有些現在18歲的小孩可能 有些可能也沒有聽過王陽明 那這當然是一個危機 或者是可能也是一個轉機 那我在陽明大學這邊做哲學教哲學 這十幾年來有一個深刻的觀察 就是在這塊場域 這個土地呢 哲學跟人文被這些醫學跟護理需求的程度 是非常非常之高這樣 非常高 這是我很意外的一個驚喜 所以在這邊做哲學其實是每天都如於哲學 那其實需求最高的是護理學院 那這也是我後來慢慢的發現說 護理師他們就站在地縣的哲學家 那這一點跟這三場聽下來 這兩場聽下來 張天師的這個整個道教的做法 他們是整個在實踐面 實際在操作 在天地間很務實的在做事情 那要有效 這件事 所以這也回過頭來 對我的受訓是在西方哲學很不一樣的 西方哲學純思辨性是非常高的 但是你說要怎麼樣真的有效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等等 所以張天師在整個陽明這邊把這個體系帶進來 帶給我們很大的衝擊 所以回家這不是只有這個演講完而已 其實回家大概回去的六天 你每天這個醒來或者睡覺前 大概那個浮現的那個意象就是張天師這樣 這個神奇的魔力 大概是這樣的情況這個沒有誇張 好 那我們就把握這個非常寶貴的時間 那我們就把它幫你交給我們的張天師 謝謝 各位道友 各位好朋友 非常高興我們今天要碰面 謝謝 謝謝各位 道安 我們今天要講的就是魂魄 可是在這道一的生命觀裡面的這個觀制 還是一個重點 我們還是會稍微講一下 因為還是有一些新來的朋友 他可能對這方面也不是很了解 那在這個課程要上之前 我可能還是要稍微點把前面的跟今天的去串連 可能不然今天講魂魄 可能將近會有一半的人聽不懂 因為你們比較少在接觸道教的東西 可是講一些比較熟的東西 可能你們就會比較了解 我們從人還沒出生在媽媽的肚子裡面 什麼時候的魂魄進 會一直講到人要走之前的關懷 整個道教面對生命的那種關注 包括你入土為安以後 萬一火過來的 萬一從墳墓裡面爬出來的那個技術 做墳墓的那個工法 整個道教都有思考過 因為我們整個歷史幾千年來 海內外都曾經發生過產複生產過程 結果我們進去以後 結果他沒有做那個以防萬一 活過來的時候 結果去檢古的時候 現在發生 小孩子出生了 而且裡面亂七八糟 曾經掙扎要出來過 所以整個道教對這種 關要入關要打釘子的 有一個叫孝子釘 釘子打下去要讓孝子可以把那個釘子搖起來 這是代表什麼意思 可是我們現在發現到 民俗裡面往往是把那個鐵釘打死 這個是違背道教的 道教用意它是希望說 萬一你的三分七破沒有分會破喪 回來的時候你還有機會出來 裡面要放水要放乾糧 在老一輩的人都會這樣做 可是現在的人都放什麼 經營財寶 其實財寶不能吃啊 萬一活過來的話 他還是餓死在裡面 所以道教整個對生命的那個重視 完全跟我們現在的人完全不一樣 而且他認為說 往生你就入土以後 三個月內都還有機會 爬出來 所以道教認為人 往生並不是只有心臟停就走了 沒有 他認為只要你魂沒有飛掉 破沒有散掉 所以魂飛破喪這個是很重要 你心臟還在跳 可是你的魂飛掉了 破喪掉了 在道教整個的人是 死了 所以跟我們現在醫學有很大的衝擊啊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的這個魂魂 有 我們會比較貼近現代的語言去訴說 不然我怕說 講完以後一半以上都聽不懂 那就麻煩了 好啦 我們先講到這個觀 第一個的觀 我們上一次已經講過了 這個觀 在道教裡面是一個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法門 它有觀火、觀水、觀音三個法門 這觀裡面我們也講過 我是誰誰是我這內 我內的 那之後在高階裡面才是我見誰誰見我 可是這個觀裡面有一個重點就是在這裡 這個字是什麼 健口 也是父 父親 所以代表說在皇帝之前是母系社會 五千年前 五千年前的宣言皇帝之前是母系社會 所以是沒有在記住的 一直到皇帝問到空頭 廣城子第一次皇帝二十六歲統一天下以後 他就率臉文武百官 大搖大擺的上了空頭山 見廣城子 結果 他第一句話就問廣城子說 我要得天地之間 以左五五一養明人 以得陰陽之氣與群 真人 就是說 我要來問如何覺得天地的精氣 鑄五五而來養人民 哇這個理想是他皇帝該做的事嗎 對不對 然後得到陰陽之氣而來治理這些有智慧的人 誒 這很有報復啊 可是廣城子一看到他 你這個普通說的 大搖大擺穿著這麼 進來問到 他就直接跟他回答說 天 日月無光 雲氣 為主 雨就先來 大地 樹木 季節還沒到 就落葉了 代表你 黃帝是沒有得 所以你回去吧 就把他趕下山了 所以 黃帝回去以後就很傷心了 因為記載裡面是三個月 可是我們內部裡面記載是三連十個月 黃帝回去以後深深內醒 深深內醒自己哪裡錯了 誒 他終於了解廣城子在告訴他什麼 日月無光是代表你對你父親 對你母親 對你的祖先有祭祀嗎 草木是對你的子女 所以你的整個治理環境未達到那個程度 你就來問我自道 問我這麼深的東西 而且你又大友大友大友進來 你滿懷你的 心裡面裝滿的東西 你是沒有謙虛的心 所以你不配問到 所以就把他趕出去了 不是請喔 直接用趕著 活著 所以三連十個月之後 黃帝他悟到了 他知道廣城子在交叉什麼 所以他就隻身一個人背著包包 一路慢慢地走上空桶 走了多久 整整一點 上一個人走 你才知道說以前的路程 以前的環境 到了空桶以後是 整個衣服都破掉了 鞋子也沒了 他才放下他的身段 用爬的進去 健康城子 所以我們曾經發生過 在歐梅 我們也是講課 在日本也講課 曾經問我們說 你們講的那個刀教的人 都那麼神奇 魂魄那麼強 你能不能證明給我看 我就告訴他說不好意思 你算什麼 你們看 請死亡花了一輩子多少的心力 為了要這麼求仙 見仙一變 你看 漢朝的漢武帝統一天下第一次上朝問什麼話 問哪裡先忍最多 代表什麼 黃帝 秦始亡 和武帝 不是雜質 他們的智慧 他們的能力 一定是比一般人 好很多 那他們為什麼會堅信 先人這回事呢 為什麼 一定看過 你沒有看過他 不可能請整個國家的力量 再去尋找這件事 對不對 所以他才堅信不已 那人可以長生不老 最重要的就是他三魂 三魂的力量決定你的生命的長短 這樣 聽得懂嗎 可以齁 所以是讓你們了解說 整個 整個中國歷史上 為什麼這麼多的皇帝 得天下以後 大部分第一件事情都是要求仙 坐職受禄 你看齁 皇帝 也是有封殘 到了秦始亡和武帝 也都是封殘 封殘要幹嘛 就是受禄 受禄 他就是為了要求 險 為了要增強他的魂魄 這樣 聽得懂嗎 好 我們可能 這個等一下再講 再看 朱秀華的 這個是幾 台灣讓全世界都很有魅力的 這是皇帝 就是 人皇生以後 三、四個月 這一個身體 再復活了 這個海內外都發生過 只有台灣的這個最特殊 為什麼 不同一個人 蛤 不同一個人 蛤 不 這四萬五都不同一個人 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道教講的那個魂魄的觀念 靈魂的觀念是複數 基督教裡面講的靈魂它是單數 然後佛教講的也是單數 道教裡面講的是原神 裡面就有三文七破 複數 這是完全 跟一般宗教完全不一樣的 OK嗎 可以嗎 好嗎 道教裡面的三文七破 複數 第一個 胎光 第二個 爽鈴 跟六肩 那 胎光它是來自天上的 原始天尊的手上 所以我們上一堂課有講過的 有來聽課的人都知道 人的骨子是一個人 裡面是一個炳火的炳 炳火的炳 夾於炳丁的炳 所以你會聽到老一輩子的人 在說這個人會壞會壞 指的就是那個炳火快要洗掉了 所以人的生命的能量 現在最主要的觀察點 就是在這個 冰火 胎光 胎光一旦散掉的話 其他的存在 它都產生不了作用 OK嗎 還是你要知道說 這個胎光 因為它本身很容易受到污染 所以我們台語有一句話在講說 菜堂吃菜菜咖啡 有沒有聽過 什麼意思 大家認為說 這句話是汙蔑不好的 對不對 一般我們認為 可是事實上 以前的這句話是在講說 你的魂魄在某一個單位 或是某一個地方 從事某一個工作裡面 是有職業 職業傷害的 好比說我們西醫裡面 醫心臟的官網是死在心臟病 醫肺的就是死在肺癌 醫肝的就是在肝癌 不是在我們台灣 海內外都是一樣 那時候我在英國讀書 在演講說 也是有這種情形 為什麼 就是這個 菜堂吃菜菜咖啡 那道教怎麼處理這個魂魄污染 怎麼處理 對啊 這個是重點啊 中醫怎麼處理 你看中醫師 但是喔 動不動 他就活上九十歲 一百多歲的 為什麼中醫可以活那麼久 為什麼西醫差不多六幾七十幾 就 這不用想 海內外都一樣 海內外都一樣 我那時候在英國讀書 也是住在一個心臟科醫師的家裡 就叫劉水師 他心臟還是很不好 可是他就是在看 裡面心臟科的訣問 那為什麼這樣 那時候他知道我在從事 道教這方面的演講 他就問我 我就跟他說很簡單 道教裡面講的就是魂魄 你的病往往是先魂魄被污染的 然後呢 才慢慢慢慢的從內 你的病火才會喪失 所以道教的處理方式就是在 每年的十月十五 道教天師道裡面有三觀手書 就在為這些職業的 殺雞的 殺豬的 殺牛的 當中醫的 醫師的 在做這個魂魄的清楚 那有人問啊 你們天師父不是在世上 幫人家契捷 借幹 那這些道場怎麼辦 那不是來的那些問題那麼多 不是這些道場都很麻煩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裡面還有幾個 對我來吧 所以 天師道裡面幾千年來就已經知道 這個魂魄污染這件事情是很嚴重 所以 我們都是在做這個季節時候就會給 從事的工作人員一張 把你的魂魄藏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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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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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要扛一步 講一句話給你聽 因為跟你們的醫學的背景有關嘛 所以你要知道說道教的處理方式 它對這魂魄的處理方式有它的根據 有它的根據 OK嗎 有沒有問題 沒有 好啦繼續 這個 三臺有六星分陰陽 大部分人只知道是三臺 它有生、養、護 可是事實上它是有陰陽 三臺只有看到陽星很少看到陰星 所以代表我們的元神它有分陰陽 有分陰陽 那生、養、護 我們剛剛有講到說 胎光它就是生 我們的生命的觸控權就是在這個胎光 然後養、護 就是我們的爽明 它整個是護住你的身體 你的傷亂擊破 所以各有各的工作 所以你的這個護的功能不好的話 很容易就被入侵 入侵以後分兩種 一種就是在精神上有一點問題 另外一種就是變成我們現在的民間的道教 民間的道教很多它這個 護的部分是很脆弱 所以很容易讓地下上來的入侵 所以為什麼台灣那麼多公廟 很多都是這裡出問題 聽懂嗎?可能要從四公廟的人會比較清楚 所以在以前 以前 在以前 你要當雞生 你都要經過祖先的同意 而且你要起雞之前 是要去燒香跟祖先比 你把你的魂記在祖先牌匯裡面 是一直到近代來 都知道是沒有人家 還是跑江湖太多了 都自己創 所以自己創問題就很多 所以你看到這些民俗宗教 最後都是家破人亡 為什麼?因為它的保護作用 喪失了 所以三魂跟七魄他們的各個功能不一樣 產生的作用也不一樣 有沒有聽懂? 分工合作啦 OK 太過了 它沒有思慮沒有好話 喪魂它沒有那一種好話是非 它只是一個生命的來源 跟陽光照下來一樣而已 聽懂嗎? 所以為什麼道教追求的就是喪魂 喪花俱頂 指的就是俱到霓王宮裡面的這個排光 那爽靈 這個的根據就是來自祖先 一般人往生以後 他的爽靈是跟著肉體到墳墓 再由後面的人旁到 旁到 聽懂嗎? 旁到就是 在道教裡面 就是認為你的 這個中魂會跟著肉體到墳墓裡面 那要經過道士 把那個魂點在它的那個旁到的神主牌位 讓你帶回家去供養 那個旁到 道是那個 心斗的斗 對對對 就是代表那個你的魂魄上魂 中魂下魂 是來自天上的心斗 來投胎轉世 所以以前的人就有在講 藍心 雲損 就是那個心掉下來就知道那個人 挂了 就是指的是魂魄 人的魂跟天上的心是對應的 OK嗎? 然後再來是幽經 幽經是一般我們所說的要 主地府受審判的 他也是我們的身體 精神上的恍惚 保護作用的 OK嗎? 可以齁 好啦 再來齁 主天書都三魂齁 那剛剛我們都有解釋過了 如果說因 因氣致養就是為修行 他的中 中下魂強過上魂 所以人心齁就沒辦法清淨 所以 每一個 差不多有將近百分之八十 我不敢說九十 百分之八十的人出生以後 他都會埋怨父親 埋怨祖輩 這是正常 不是只有我們台灣人這樣而已 海內外都一樣 為什麼? 他認為他為什麼沒幫到我? 為什麼? 人家都過那麼好 可是 反而你認為過得那麼好的 他一樣在埋怨他父母親對他不好 都一樣 你要知道說 這個跟我們現在使用的電腦 跟我們用的手機電腦一樣 就上一的版本沒辦法支援 最新的版本 上一代的人 他是沒辦法處理你這一代的問題 所以往往父母親 過度的干預 反而是讓你的子女 沒辦法再取得良好的環境 所以你要知道說 事可而止 在魂魄的觀念裡面 你上一代的魂魄根本沒辦法處理到 我們這一代的 我們這一代是沒辦法處理到 下一代的魂魄 那個是沒辦法的 就跟我們手機二機的 拿到四機的 手機裡面擦下去是不能用的 他沒辦法用 所以當你得到 當你知道這個系統以後 你就可以放下你的心 天底下父母親 只能在背後支持你而已 他沒辦法幫你什麼 你也不用怨他 怨他也沒有用 聽得懂嗎 在魂魄裡面 他就有這種現象 所以修行的過程裡面 就是人心的不清淨 然後讓他清淨 然後下魂當道 人心就困難 這個有興趣的人 稍微看一下 我是覺得 我們還是看一下 剛剛那個影片 就是讓你們知道說 魂魄的重要 那只要你魂沒有灰掉 魄沒有散掉 魄沒有散掉 你就有可能 這絲還魂 沒關係齁 趁著 他還在忙電腦的時候 我們再量一下齁 歡迎收看台灣啟示錄 我說明想 我們從科學和做法之間的階級 越來越模糊了 有很多科學家 現在都說 究竟有沒有靈魂的存在呢 發生在台灣雲林賣療的鐵石環環事件 在當年轟動了國際 也吸引了各國媒體 先來採訪 當事者朱秀華阿瑪 今年已經高零97了 我們先來回顧這一劑 發生在他身上非常玄奇的劑 雲林賣療這個純魂鄉鎮 流傳著一個 不可思議的 屆生環環相也傳說 照片中的胡秋德 和太太 吳靈王妖就是當事人 當年48年時 吳靈王妖身一場大病 病嚥嚥的他 相當虛弱 家人準備照顧後事 他卻起雞肌四號轉 聽到我後事人 當時我到處聽到 他就讓他自身 心臟跳跳的音樂 那時候 就掛到他 他在清明 到三天 他說他哪裡 聽到他 22天還是20天 住人就前生 五千歲帶他來 就想他前生起來 他爸爸這病 他大家說這病 他後頭的病 他叫他不要 不要 爸爸朋友 他跟他們後頭的老夫說 爸爸先生 我不是你的女兒子 我是禁問 來 祝師凡婚 中美鳳千歲 帶我的靈性來 祝你的女兒子的肉體 他人說你是禁問 對啦 我那些人 我那些人 你那些人 我那些人 你說本名是什麼 有 我幫我祝師凡 祝師凡婚 祝師凡婚事件 對頭民國四十七年 八二三號仗說起 那時不少精靈嚴重 大腿逃滿 祝師凡婚就是那個 戰亂 家人說 你趕快拿一些精靈財寶 趕快逃到台灣去 然後這條船 飄飄飄飄飄飄到台西五條港那裡 船上的人已經來不定了 有些人建材其意 好 媽媽想著膚不平衷 我們叫他給他 做母女兒的一大 生命都好 他給他給他 他一個年紀比較多 他跟他說 如果他要給他 他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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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給他給他 他給他 媽媽精準 他肯定 他肯定 五條港有一個廟 他裡面有張米墨千歲 然後把他收為玉米 根據傳聞 朱秀華的魂魄 遊蕩在海峰桶的帶 有天五條港的千歲們告訴他 時機到了 銀網要 他說 他說 這個人的 會所改善 你可以去討人家 然後來 救 救眾生 對於難以置信的介紹還門過程 朱秀華曾接受媒體採訪 惟惟到來 如果說 有 他這麼說 有 這個 要去去照顧 那有 什麼 去照顧人 照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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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說 無論 他就好 做不 wis 他在 看要來穿上衣服 這樣下去就變成了 你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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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你怎麼會這樣快樂 你怎麼會這樣好好快 你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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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吳林王妖是38歲奈良人 醒來後 卻自稱是來自金門的 18歲少女竹秀華 來個月 我是一個小姐 你怎麼會叫我 叫我這個 叫阿晋 我好想我很奇怪 他的樣子 他本來他48歲的時候 他會說他這個手 要不贏 很貪貴 他現在這個手怎麼會這樣 起來就要變一個人了 人家通常是欺負 是怎麼 要去精神賓 感情 結果又沒有問題了 劍師黃文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的人裡面 有一個位置 是靈魂的位置 如果你不使用 那可能別人入侵 入侵以後就變成 插進去 那就是別人的 在使用你這個身體 不過一開始 無窮的當然很難相信 既是黃魂 到處羞聲問呼 後駕駛到一身 到三天 也覺得說 都不不舒服 我們裡面 都已經 帶來 到家庭 你聽到我 家裡要死的人了 怎麼會這樣講 因為徐公有講過 他是成人的 一天開 我們幾家庭的人 也覺得說很奇怪 家人們覺得更奇怪的是 為什麼無靈網夭 想是變了一個人 或去愛穿群的他 後來只穿倉庫 我沒有看他穿過分 他都穿長庫 都穿高山 牛仔 滾在那裡 用滾在那裡 用滾在那裡 他大部分都穿那種衣 他正穿起來 五年母那時候吃草 他十五年九度就吃草仔 所以他不敢來的廚房 你們廚房都是煮草的 全主打蛋 食物可為病了 就連簡化也不同 我只是害怕人說話比較大 因為人說話 那些貧困都不一樣 如果要煮這個也不會煮 這樣 都要 因為我有煮的 你也知道了 親友們說 不明晚養體重肚病 洗衣做菜 簡單工作還行 不過變成豬秀華後 常在建材行 寄照幫忙 初中活也能做 怎麼變化這麼大 早期叫做多重人格障礙 現在叫做解離性的身份障礙症 呈現跟原來完完全全不同的身份 然後內容記憶能格特質 甚至講話聲音的語調 那是生活習慣的不一樣 包括在地上還有名字 那24個比例啦 可是烏雲網邀是雲雲賣的在地人 根本沒去過經濟呢 生活經驗裡面 有找到一些他自認為的重大創傷事件 那這個事件呢 讓他想擺掉 他原來的身份人格特質 虛構的 或者再去照聽圖書的 甚至去閱讀過相關資料的 然後呈現出來的 完完全全不同的人格特質 不過難以解釋的是 烏雲網邀沒讀過書 看不懂更不會寫 演竹繡華厚樣樣難不倒他 五雲網邀有巴黎 竹繡華的巴黎 五雲網邀有巴黎 是一個女兒子的一個學生 他來他前生起來 他會跟女兒子的女兒 一個本來不是日人 他會再試字 各個東西也是有問號的 戲之間從不會到會 甚至基本上 醫學上是沒有這樣的狀況 因為他確實比較不會 因為那種東西是可以 是要訓練學習的 難以解釋的種種改變 吳修德從無法相信到慢難接受 藝人來也要去接受 對 新婚之行 這最佳我們老闆的新聞 一種教育的所謂也是 要去接受 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就是說 你的上魂夠強的話 它就可以奪色 這是整個道教裡面的幾千年來的理論 就是在你的上魂 中魂、下魂 那開光、爽明、幽靜 這個是在道教裡面做刻意 跟寫書文才會用的 那我們一般人以上下為分 那 再來它歸屬性 長居、好惡、關聯、特性 那有空、有想要、需要的、了解的人 可以慢慢看一下 那我們再看一下 因為很多 而且還有幾個影片 我們稍微把時間 稍微把重點講一講就好了 那個人出生前的陰陽的變化 我們一般來說的話 小孩子在媽媽肚子裡面的前三個月 並沒有魂魄的進去 是進入了第四個月以後 才一個月一個魄 七魄裡面的一個魄進去 那一直到第五個月 你的信門內部才慢慢的成熟 所以我們看一下 第四個月起 每個月注意魄 九月後 它的魄由因轉移 第十個月以後 才會有氧轉陰 那個頭才會嘲笑 OK嗎? 可以齁 就是因為它存陰之後 它才可以出來 才能出來 那出來以後才有三魂 就是它是從下魂陷進去 小孩子出生時候 這個是土 三個月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受那個軟受精以後 就是這個土 然後它轉過來以後 到了十月以後 有氧轉陰 它才會出生 它沒有轉陰的話 它頭就不會嘲笑 OK嗎? 可以齁? 好,來 就是在下魂陷進去的時候 就減掉它幾代 瞬間它下魂就會進去了 然後再來 小孩子打屁股以後 會哭的第一聲 空氣吸進去以後 它的中魂 才進去 再來就是上魂陷進去 就是小孩子 可以逆轉乾坤 就是整個頭 可以抬起來 可以抬起來的時候 它的性門還是軟的 這個時候它上魂才會進去 當然有請教過我們的余醫師 他說 啊 頭抬起來小孩子是 四個月就可以了 三、四個月 可是在我們內部記載裡面 是要第六個月 出生以後第六個月 他才會頭抬起來 那個叫逆轉乾坤 小孩子剛出來的時候 頭是朝下 是屬嬰 一直到他可以逆轉乾坤以後 頭可以抬起來的 他的脖子有力了 他的上魂才會進去 那上魂進去不一定就穩定喔 所以你要知道說 小孩子很容易受驚嚇 很容易受到感染 就是因為他的上魂 上魂的這個性門還沒有 所以有一些喔 你們就是當醫生的感染 以後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 按一下 聽說那種蒙古真的 他的性門是軟的 沒有用 在日本我們是有看過 有按過 那台灣沒有按過 我們就不知道 是不是台灣跟國外的不一樣 他的那個上魂就是不穩定 隨時會 那我們來聽余醫師說 他那個跟我們的淋巴 有關係喔 那個骨頭的硬不硬 性門的硬不硬 不是 這好像身體裡面缺了什麼樣的元素 可是在道教裡面認為 道教裡面認為是你的祖先 道教幾千年來認為說你的上魂不穩 是跟祖先有關 聽得懂嗎 OK喔 再來 尼環宮 就是性門下去跟你眉心進去的三寸 就是道教所說的尼環宮 也就是所謂的上魂居住的地方 上魂一剛來進去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他那個會跳 有脈搏的那樣感覺 那 這個尼環宮裡面的上魂就跟我們的壽命 息息相關 息息相關 剛剛我們看到那個朱秀華為什麼他可以 就是黃魂就是因為他的上魂 上魂很強 所以他可以維繫著三魂七魄不散掉 這個大部分都是要經過修煉 修煉才可以達到那種境界 可是怎麼會知道說 沒有修煉的人可以達到這種境界 就是因為這個他沒有經過修煉 而可以達到這個境界 才讓全世界的人在那當時 起得很大的 不然在宗教裡面 這種現象是時常有 藉絲環魂就奪色 時常是有在發生 歷史上的禮貼拐 就是這樣 OK嗎 可以喔 好啦繼續 這個就是他的那個 有空的話 有興趣的人 你可以慢慢看 因為我們的資料很多 我們還是要慢慢慢慢的把那個講完 來 魂的歸處 真人的修道有成的話 他的上魂 中魂跟下魂就跟著上魂 叫三花聚敵 三花聚敵 那一般人的話 他的中魂 他會在墓地裡面 然後由道士典化 又入孫子牌匯 變成在家裡面的 只是在侍奉的 供奉的孫子牌匯 那為非作歹的人 他下魂就是會入地府 然後地府裡面有一個官 這些犯罪的 叫做地獄 地獄跟地府不一樣 所以這個宗教這裡面很多人都把它搞錯了 地府是所有的都要去拜訪的一個地方 地獄是患了罪以後要關的地方 跟我們的監獄一樣 這樣有沒有聽懂? 有沒有聽懂? 所以很多宗教界的人 他一直認為說 人往生以後 魂魄就要入地獄 事實上不是這麼一回事 他是入地府 沒有犯罪的話 他怎麼會去地獄呢? 方向搞錯了 地獄是有犯罪的 地府是跟我們養父一樣 是沒有罪的 OK嗎?有沒有聽懂? 聽懂嗎? 好,來,繼續 這本龐道 他就是在墳墓的地方 道士會念咒語 把他的中魂引出來 寄放在這個裡面 然後有一個牌子 然後裡面都寫得很清楚 然後拿回去 這本就是龐道 OK嗎? 那我們的整個 中國的歷史文化裡面 大部分是以藍的 孫子 所以 比較怕沒人龐道 有聽懂嗎? 有嗎? 所以是希望有下一代的 就是孫之輩的 長孫來龐道 就把他的魂魄帶回家去 然後再來 我們現在的內政部 現在是女生也可以啦 是在2012年6月22 那我們要遵守國家的 可以啦 不要這樣 我們是遵守國家的法規 我們是可以龐道 參與龐道稱賞 記住這一些 這個就是謝金燕的女兒 OK嗎? 可以齁 好 來 我們看看多長時間 40分鐘 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台灣幾年前 很久以前拍的一個 後山日線照 就是演著我們 國民政府來台的那段時間 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紀錄片 類似紀錄片一樣 跟著一個 跟他洗頭 我們上一次有講到說 人的魂魄 三魂七魄 當然三魂是來自天上 七魄是來自地魂 所以要跟地魂界 扣給 阿傳 阿就是要往生前 來 大陸 阿祝 東馬 都是 嗯 對 就像 鳥 裡面 是 很可怕 海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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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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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林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小林 小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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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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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 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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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林